美国民主党总统参选人希拉利在我国时间今早 确定赢得纽泽西州初选后 自行宣布赢得足够的党代表票 笃定决筑白宫 这年前国务卿更高呼 她成功震遂堪称全球最高和最难突破的 女性玻璃天花板 尽管如此政治分析员认为 她如何争取年轻人和对手桑德斯阵营的选票 以及化解党的内斗才是接下来的选战关键 八年前她在党内初选时候突然退选 转而支持时任参议员的奥巴马征战总统选战 八年后的今天 希拉利名正元顺越过的党内提名门槛 有望成为美国建国239年以来 第一位代表主要政党参选的女候选人 希拉利的党内竞争对手桑德斯 誓言将奋战到底 极力安抚选民在7月的党内提名大会前改变新意 而希拉利当前最大挑战 就是稳住军心凝聚选票 未来六个月希拉利除了要 希纳桑德斯阵营和年轻选票 还要迎战共和党准候选人特朗普各种语言暴力 和更为猛烈的电邮丑闻批评 来临的白宫巅峰对决前路堪忧